又甜又脆的竹筍正當劑 簡單切開加上美乃滋 就是一道清爽無負擔的沙拉筍 只是吃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沒有煮熟 不能吃 因為不熟的竹筍跟筍間 都含有氫化物 會影響人體呼吸傳遞 誘發呼吸不順問題 夏季蔬菜除了竹筍 還有這兩樣也要留意 金針花因為含有秋水先減 被腸胃到吸收 消化氧化之後 會變成油毒的物質 在吃之前要泡水加熱去除 還有絲瓜如果冒出苦味 代表葫蘆素增加 吃多了會腸胃不適 都說蔬菜要吃當季 但留意裡頭的敏感物質 也很關鍵 新鮮的蔬菜也要配上 合適的料理方式 才可以去除有害物質 提供身體所需的養分 新鮮的新鮮